双减有多紧迫 双增就有多重要 笔者在上周专栏双减精准试测 推动学生素质拓展提升中提到 教育部推进双减的同时推动双增 首先是在减轻校内课业负担后 在课程安排和课后延时服务中增加学生参加户外活动 体育锻炼 艺术活动 劳动活动的时间和机会 其次是在校外培训机构认定中 将体育和美育培训列为非学科类培训 学生接受体育和美育培训的时间将大大增加 教育部在推进双减的同时推动双增 本身就表明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 双减和双增的目的高度统一 都是为了让学生从过于沉重繁复 机械僵化的学科学习中解放出来 增加体育 美育 劳动 社会实践等复合型 成长型素质培养和能力塑造 从做题加应试机器 转变为得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应积极统筹整合社会资源 校外培训机构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渠道 提供学生体育教育培训服务 完善学校和公共体育场馆 开放互促共进机制 鼓励学校和社会体育场馆合作开设体育课程 统筹好学校和社会资源 城市和社区建设规划 应优先统筹学生体育锻炼需要等等 美育式审美教育 情操教育 心灵教育 也是丰富想象力 涵养人文精神和后职创新意识的教育 加强双增工作 当务之急要加大公共财政 对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校体育 美育师资级教学设施设备的投入 为学校体育美育教育资源补上欠账 补齐短板 感谢观看